4月28日,2024浙江灵安文化旅游长三角推广越启动仪式即灵安社县航皇区域联合推介会再互举行 会上,灵安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党委委员 副局长张一斌致辞,他表示,自古以来 灵安与社县山水相连,人文相亲,经济相容 希望两地能以本次活动为契机 进一步实现文旅资源共享 市场共拓,优势互补,共赢发展的新局面 诚挚欢迎上海的朋友们 穿越这些晚南,走进灵安,走进社县 领略魅力航皇的生态之美,人文之盛,发展之先 灵安文旅推介官张玉如,姚立阳以情境互动的形式 会催灵安的好山好水,人文生态,地域美食等内容 向现场来宾亮出天幕村落、吴越文化、户外天堂、天幕满锅等文旅名片 并发出户外休闲到灵安的诚意邀请 此外,社县文旅推介官同样以生动精彩的讲述 让参会嘉宾如临其境,随着介绍走进阴雨晖州 看到了一幅服山美水美,一居一游的心安山居图 现场,上海,灵安,社县共同签订邻里互会共赢合作协议 推介会上中外自驾媒体平台旅游达人阿石杨寻雅向来宾分享他的 灵安社县自驾旅行攻略 值得一提的是,依托由灵安官方平台小程序 游客仅需一部手机就可以获得在灵安旅游的赤 住、行、游、购、鱼等一站式智能服务 现场还发布了2024影课入邻灵灵安文旅招来游客奖励政策 活动中,舞蹈烟雨、墨汁黑白等精彩节目 生动演绎了灵安 设限两地独特的古城风韵与江南风情 而会场外,精心布置的文旅展区琳琅满目 来临文创、辉州文创等精美产品各具特色 为参会嘉宾带来了人文风情与活力时尚的美妙碰撞 这次灵安推荐团和社会推荐团 走进上海来做这个长三角的这个推广 来共同推广 航皇兰道 两个重要节点的一些特色的文旅的资源 历史的人文 整个呢也推出了优质的这个 旅游的这个组合产品跟现物 有效的提升这个市场竞争力的这一个目的 来共同打造我们航皇兰道跨区域合作的典范 来助力推进长三角文旅一体化高战的发展 来到上海开展这个推荐 也是我们五一小商家期间的一个期间运热 希望上海的旅行商和游客们呢 能够多多青睐射线 多多青睐林安 射线跟林安还有纯安呢 开展了合作工件清晕 所以我们三家呢是区域 披零区县的一个合作工件的一个区县 这一次呢我们跟林安一起来到上海 因为上海是我们两家的主客原地 然后我们借此机会呢 想助力打造一个 磅磅磅磅的跨区域合作一个典范 下一步呢我们还将 与林安一起深层次的开展一些合作